早安TBS 成天快訊要帶您掌握 國內外罪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要先帶您看到 現在爆出刑事局有警官 是涉嫌挪用數十萬元的贓款 而最後也被收押停職 根據DM的報導 這是一名刑事局的蔡信偵查 他其實正在偵辦詐欺案件的時候 是涉嫌貪賭 原用挪用嫌犯被扣押 帳戶內的數十萬元 而且最後是被深壓禁見了 而刑事局也依照警察人員 人事條例承報警政署 來辦理相關的停職 不過這件事情曝光之後 其實他的同事都非常的訝異 因為就是說 這一名蔡信的警官 其實非常擅長 來偵辦相關的詐欺案件 甚至也很常來查獲 詐騙集團的金流 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他有過財務上面的困難 因此對於這回 他涉嫌貪賭 都感到非常的驚訝 好 接受到帶您看到 剛剛有提到這個詐騙集團 其實過去有非常多殘暴的行為 傳出多起的凌虐事件 甚至是有可能把人虐死的 所以現在也決議 其實是可以被判無期徒刑的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 包含2021年有這個賭博集團 因為懷疑成員私吞公款 把男子虐死 2023年也同樣發生了虐下事件 甚至新竹在2022年 更有成員是被活埋 而剛剛有提到這三起事件 其實裡面有包含三名的主犯 最後都被按照這個強盜殺人罪 求處無期徒刑 所以法界就認為 檢方針對這些案件 採取非常嚴厲的起訴 而且是要重逞罪犯 因為覺得這個詐騙集團的殘暴 是有可能被眾判無期 而這樣的決議 其實也等同於 是判下了殺人罪 好 今天需要帶您要持續關注 就是先前齊柏林的兒子 也就是齊婷還 他其實要準備去演講 但是卻被羞辱奉而離場 其實當時他就透露 說這爸爸留下來的債務 他三輩子都還不完 而資深的媒體人陳文倩 其實也還原了當時的募款狀況 看GT圖在報導 其實陳文倩他就發文裡面透露 說齊柏林當時留下的債務 其實是高達6000萬 而青年前他就為了齊家 來發起相關的募款活動 其中郭台銘就捐了3000萬元 不過還有特別交代 說這一筆錢 希望可以交給齊媽媽 不是小孩 就是希望可以讓兩老 可以安享晚年 所以他也說可能大家很難以體會 當時齊家的財務狀況 有多麼的窘迫 因為以齊媽媽的來說 其實當時她的房子 還甚至是有可能被法拍 所以沒想到居然有人會認為 這齊家一直都過得很好 兒子很風光 讓他覺得很無語 才會把這一件事情說出來 好 接下來要帶您關注 是這個外送平台 先前已經有傳出 這UberEast跟Fu Panda 是不是有可能要來合併呢 不過這一切都還沒有審議中 但是勞動部先是表態說要反對 根據聯合的報導 其實就是勞動部長何佩山 他昨天就首度表態了 他說他是反對併購案的 而且要求公平會決策之前 是需要來知會勞動部 而公平會昨天也表示 這個案件 因為還沒有進入正式的審查 不過等到未來審查的時候 一定會納入各部會還有關係人的意見 要來審慎的決定 因為何佩山他就強調了 如果專法的主管機關是勞動部 那我們就只管得到外送員 沒有辦法管到平台的業者 因此他也說其實接續是需要 交通部還有術發部等跨部會的研議 才有辦法有效的立法 好 最後要帶您關心的是 這個兩岸之間的關係 先前中共是舉行了環台的軍演 而習近平視察福建的時候 其實也首度發生了 跟GT Today的報導 習近平最近是到福建來考察 郭海要求在探索兩岸融合發展裡面 是必須邁出更大的步伐 建設好兩岸融合的示範區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促進兩岸文化的交流 要增進台灣民眾 對於民族文化還有國家上面的認同 不過紐約時報它的報導中 其實他們就認為 這個中共的軍演 在訓練軍隊的協調能力的同時 其實也在測試台灣的防衛實力 而且他也強調 以現在來說 這個北京其實就試圖 要把台海給內政化 而這個封鎖圍堵 恐怕在未來也會被視為是國內的事物 以上就是為你掌握到 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這樣還給這部好聽